李嘉诚迎来了96岁生日 不过很多人好奇 这次李嘉诚生日 为何红颜知己周凯旋却没有出现 李嘉诚退休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周凯旋在一起 周凯旋看着很老像 不过他比李嘉诚小了33岁 他其实跟和超穷差不多大而已 周凯旋是故意打扮得比较老的 这样是为了配合李嘉诚 显得两个人不是很突兀 周凯旋在1994年就认识李嘉诚 两个人已经认识了29年 记者问李嘉诚和周凯旋是什么关系 李嘉诚非常直接地回答道 红颜知己 同样的问题周凯旋是这样回答的 在男女之间的感情上 最靠得住的感觉是 你是不是我最不可替代的朋友 这是原则 你有这样一个关系 你是什么都不怕的 才能令对方长久眷恋 听到他们这样的回答 很多人可能会为了这样的有意而感动 其实事实并不是向他们回答的这样 周凯旋和李嘉诚第一次见面 就被彼此的智慧所吸引 随后两人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在李嘉诚妻子去世的这29年里 周凯旋一直陪伴在李嘉诚的身边 两个人一起牵手出游 一起逛街 举止也非常亲密 和老夫老亲没有什么区别 现在两人已经相伴29年 却并没有要结婚的意思 虽然周凯旋不妥李嘉诚的钱 但是李嘉诚作为一个男人 真的不想把周凯旋取进门吗 其实李嘉诚也想给周凯旋一个名分 但是其中的阻碍太多 李嘉诚的妻子庄月明 是家中的长女 下面还有六个兄弟姐妹 其中妹妹庄月清 是李嘉诚商业帝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庄月清经营着香港著名的律所 承担李嘉诚的所有法务业务 李嘉诚的所有项目 必须参考庄月清的意见 李嘉诚也曾在采访中提到 任何项目没有律师过目 他都不敢签字 庄月清的职位 不仅重要还十分敏感 李嘉诚的商业版图 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 做出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 然就是这样庞大的商业帝国 很难没有一点问题 而庄月清的工作 就是让这些问题 看起来没有问题 所以说庄月清在李嘉诚的商业发展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管哪一方出事 另一方都不会逃脱 另外 庄月明的妹夫干庆林 还是长江基建的一把手 庄月清和干庆林 算得上是李嘉诚的左膀幽逼了 所以李嘉诚再去 还是要考虑庄家人的感受 庄月明去世时 大儿子李泽聚只有26岁 小儿子李泽凯也只有24岁 这对于刚刚步入社会的孩子来说 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李嘉诚早年一直忙于事业 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 所以对儿子也有很深的愧疚 同时李嘉诚的儿子 对父亲也有很多不满 在李嘉诚的公司步入正轨之后 庄月明就开始专心在家相扶教子 然而李嘉诚并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在庄月明隐退之后 李嘉诚似乎越来越忙 根本顾不上妻子和孩子 就在庄月明去世的前一天 还在和李嘉诚出席活动 第二天突发心脏病去世 儿子怪父亲没有时间陪母亲 也非常正常 也正是这层原因 李嘉诚也一直不敢提再婚的事 在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李嘉诚是否会再婚 李嘉诚坚定地回答道 不会 但等到大儿子李泽聚离开之后 他又补充道 或许有一天会改变主意 从这次的采访中 也不难看出李嘉诚十分在意儿子的看法 即便有心迎娶张凯璇 也不敢轻易张嘴 一直没有再娶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对妻子的愧疚 在妻子去世之后 李嘉诚在坟前发誓 终身不娶 那么李嘉诚为何对妻子 有这么多的歉意呢 李嘉诚出生在广东潮汕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老师 家里的日子过得虽然辛苦 但是还算幸福 但是当时社会动荡不安 一家人就到香港投靠李嘉诚的舅舅庄靖安 当时庄靖安也算得上是赫赫有名的富商了 面对自己亲妹妹也略显冷漠 李嘉诚一家舟车劳顿来到香港之后 舅舅却把一家人安排到了一个货舱 其次再无帮助 李嘉诚的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 身体本就雷弱 来到香港之后 又要走街串巷的找工作 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这样寄人篱下的生活 让李嘉诚感受不到一点生活的温暖 表妹庄月明 变成了李嘉诚 坚持下去的动力 两人在长期的相处中 产生了超出亲情的感情 认定对方就是要相守一生的人 然而两人的爱情却得不到 庄月明父母的认可 并极力反对 原因一是 李嘉诚和庄月明是表兄妹 有被常理不说 还可能会影响后代 原因二是 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虽然当时李嘉诚失业出城 但是在庄敬安的眼里 他还是一个穷小子 配不上庄月明 庄月明是家中的长女 庄敬安在女儿的前途上 也是费尽心思 从小就对庄月明严格有价 还把庄月明送去日本留学 所以在哪方面看李嘉诚 都配不上庄月明 但是庄月明就认定了李嘉诚 在李嘉诚创业的时候 不仅出钱还出力 给李嘉诚出谋划策 1963年时 两人的感情已经十分稳定 并且都老大不小了 这时庄敬安终于松口了 答应了这门亲事 结婚之后 庄敬安也看在女儿的份上 借钱给李嘉诚 帮助李嘉诚渡过难关 庄月明不仅把家里照顾得 紧紧有条 还协助李嘉诚打理公司事务 就这样李嘉诚的商业版图 才得以扩大 如果没有庄月明的默默付出 很难有今天的李嘉诚 所以李嘉诚对妻子是感激的 在公司走上正轨之后 庄月明选择退役 照顾家庭 然而李嘉诚却越来越忙 没有时间陪孩子和妻子 这也使得李嘉诚不仅对妻子十分感激 还对妻子有很大的愧疚 这也就有了在坟前发誓的事 那李嘉诚和周凯旋 是怎么回事呢 1961年 周凯旋出生在香港一个商人家 周凯旋的父亲虽然是商人 但也是做的小本生意 家里也不算大富大贵 但是周凯旋的父亲 却非常注重女儿的教育 送周凯旋去香港的一所顶尖贵族学校 周凯旋进校后 非常勤奋 家里没有豪车接送上下学 他就不行去上下学 也非常坦诚地告诉同学们 自己的家庭情况 周凯旋也凭借着高情商 和强大的组织能力 被选举为学生会的会长 同学们也非常喜欢 这个长得漂亮又努力的同学 就这样周凯旋在这里积攒到了人脉 中学毕业后 周凯旋到香港电台实习 给导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实习结束之后 周凯旋还组织了答谢宴 可以说周凯旋把人情事故拿捏得死死的 后来又去新南威尔士大学深造 毕业之后又在伦敦打拼 在这段时间里 周凯旋结识了一众商圈大佬 随后周凯旋准备一个项目 但是资金还没到位 惊人介绍他在北京和李嘉诚见面 为了这次见面周凯旋准备了厚厚一打资料 没想到的是仅仅谈了五分钟 李嘉诚就决定投资了这个项目 此后 李嘉诚就聘请周凯旋为御用助理 周凯旋也没有让李嘉诚失望 凭借独到的眼光 让李嘉诚的商业帝国逐渐壮大 如今 两人已经相伴二十九年了 感情也是非常稳定 虽然李嘉诚没有把周凯旋取进门 但是周凯旋也并不在乎 周凯旋不需要靠嫁进豪门来证明自己 他自己就是豪门 周凯旋在和李嘉诚相处的过程中 也并没有放低姿态来讨好李嘉诚 如今已经九十六岁的李嘉诚 也早已退休 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享受生活上 和周凯旋一起隐退 事实上 周凯旋跟着李嘉诚到底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爱情 一个眼神就说明问题了 网上有一张图片 当时是周凯旋陪着李嘉诚去参加一个活动 而两个人并没有坐在一起 李嘉诚坐在第一排 周凯旋则是坐在比较远的位置 李嘉诚全神贯注在看台上的活动 而周凯旋却在全心全意关注着李嘉诚 而且眼神里面充满了关心跟崇拜 李嘉诚不是一个风流富豪 因此他的爱就更加值钱了 另外周凯旋长相也不漂亮 因此他可以获得李嘉诚的青睐 更是男上加男 李嘉诚这样一个男人 愿意在他身上付出 周凯旋肯定很容易就被俘虏了 李嘉诚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 比如说李嘉诚特意安排周凯旋 住在离自己豪宅十分钟车程的地方 很多人知道李嘉诚开的豪车是防弹宝马车 而周凯旋的豪车也是防弹宝马车 李嘉诚还特意安排了好几个保镖保护周凯旋 李嘉诚还曾经在一个拍卖行上 拿出了六百万 买下了一个珠宝 并且送给了周凯旋 李嘉诚如此阔绰跟细心 加上他的霸气跟人品 还有财富地位 这样的男人自然让周凯旋着迷 周凯旋看着李嘉诚的眼神 就已经说明一切 如果周凯旋为了钱 他就可以离开李嘉诚 然后重新去找一个男人了 可是他这么多年都没这么干 而是一直默默陪着李嘉诚 而且是无名无分陪着李嘉诚 为了李嘉诚 他自己也是牺牲了很多 李嘉诚跟周凯旋 自有他们的相处之道 他们也有他们的距离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